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那將時間是下午的3點37分 今天大跌了285點 跌的是非常有感 我在今天呢停損了5檔 那這5檔紛紛都是這一個 算是強勢股 真的都是強勢股 但是就是全部都是 就是做一個頭部了 那雖然說像什麼文藝好像稍微拉回來 最低有拉到剩下疊1%多 不過就是一樣在盤之後就一定就是照著紀律 就直接先砍再說啦 對所以說今天就是一個非常阿札的一天 如果說我沒在做節目可能我也懶得去錄了 但是 還是要把自己的這個視訊呢 整理 整理這個 理清楚一點 因為我們的策略就是 在 不知道情況之下 還是去做進場 不過今天這個破線呢真的是帶來一個 還蠻大級別的一個 重衰 就是 以為我剛剛講嘛 這些全部都是強勢股 那強勢股的 做頭破線 意味著呢他就要經歷了一些 一個月兩個月甚至沒有辦法再長回來的一個 想法 就是他的一個結構就會整個被破壞掉 那破壞掉之後他要再拉回到 做一個破底翻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所以說這個主力的決定 他們做這個決定那 你就要尊重他們的決定 不然的話就沒辦法使用這個方法嘛 OK 那我們今天就會很簡短去說 然後我們個股 整個就是一樣做一部影片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今天我的標題會打大停損之日啊 那大盤破線 哪裡會成為新的支撐 那其實這個新的支撐呢我 在之前有講過 我們待會再來說 好那先講一下一個故事 突然 原來這是一個浴室啊 也不算浴室 預測 也不算預測 就是我在 IG上面呢 我在前天吧 就分享一個 一個大陸人在講這個夢境 就講你的 就是你在睡覺的時候呢 你的腦袋會動得快 好那你可以把 比如說你想要學習的話 你是在睡前呢 比如說讀書 那 你在睡醒來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記憶的存在 我是最近有測試過 真的是這樣子 其實這句話早就已經在那個 學生時期的時候早就聽過老師講過 但是你也沒有 很認真去相信嘛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子啊 對後來之後 反而最近在學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我就在 睡前的時候去讀他 早上起來真的比較有一些 記憶的一個存在 那真的是有用 所以說我在最近的時候 在睡覺前的時候 就把一些問題都丟到腦袋裡 那那個可能 那個控制的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控制那麼好 他的說法最好是在 可能早上的五六點 醒來一次 在回去睡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那個 控制自己的腦袋 然後加速運轉的 這一個 就是能夠去控夢的 那一個點 是比較能夠抓清楚 那最近就是 不斷在做這件事情 他就在今天早上 在今天早上 我早上的時候 因為我是睡在 睡在這一個 就反正睡在房間嘛 然後突然就聽到 我們家貓就是監狼吐了 他有時候吃太快 都會吐那個死掉 然後就被吵醒來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沒有 太在意時間是什麼時候 好像是 已經到蠻早 好像7點吧 7點 那時候附近 對 然後被吵醒來 然後清理一番之後 然後就想說 那就刷個牙吧 但是沒有馬上就 醒過來 就躺在床上 就有點睡不到 睡不著覺 然後腦袋呢 突然出現一個想法 就是我 我不知道什麼 早上腦袋突然出現 想法是 我在想八二法則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聽過八二法則 這應該聽到爛掉了 但是 突然就有全新的想法 就是說 八二法則 是不是存在 任何的一個 事情上面 我早上呢 突然想到 然後 我想完了整個之後呢 想說不要記起來 但是有點懶 然後就沒記起來 不過在 剛剛我要打這些內容的時候 突然想到我早上 只是有點迷迷糊糊 然後 去想到了這件事情 然後丟出來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出現這個想法 然後 就是說 假設啦 八二法則 就是說 80%的錢呢 都被20%的人 去賺走嘛 那假設 我們在股市裡面 能穩定賺錢的人 就是20個人 然後能穩定輸錢的 或是說 你輸完之後 又會有替補新的人進來 那可能穩定輸 輸錢是80 我們不用趴輸 我們用 人 我們用人來做一個計算 那我 假設 假設呢 我教會了 那個 80個人其中的 五個人好了 我教會了 變成說 80這邊就變成75 然後呢 能穩定賺錢這邊就是 變成25 那75 跟25 這樣就不是八二法則 變成什麼 75 25法則 就不太對 就不符合八二法則的一個原理 對不對 那 因為我教會了這五個人 又不可能說 這20個人 突然就有人 比如說 就中風了 或是說他突然就不能交易 他 突然就不能夠 穩定交易 穩定賺錢 這個事實 就是我們無法去改變這個事實 所以說 今天就崩了 所以說早上其實是在預示我這件事情 就今天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說 今天發生的這個崩的這個點呢 可能把 比如說我們在維持在現在的一個 規律裡面的人 比如說有20個人 在這幾個月好了 在這一個月呢 都能夠穩定去賺錢的 這20個人 淘汰掉幾個 然後呢 替補一些新的人進去 補充這個 打一個新的血進去 就是可能有人看到今天大碟 然後結果他 重新進場 或是說 他看到大碟 終於要進場 結果明天往上大 明天大噴 或是說明天 又再向下探低之後 就直接往上噴 這件事情會不會發生 不知道 然後後來想想 我剛在打這件事 我剛在打這個內容的時候 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想 原來早上的時候是 一個暗示 暗示我應該在早上 就應該先出脫 這些個股 就是 我去夢境裡面就挖掘這個 集體的潛意識 那 司坦告訴我這件事情 我會忽然想到 我覺得跟 很有趣啊 所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道理 就如果說我們真的是 看我節目好了 突然你學會了 那學會了 然後呢 是誰 突然不會了 這件事情我覺得 蠻有趣的 所以跟大家做一下探討 那 看能不能夠再厲害一點 那可能早上來個預測 今天真的是那種 所謂的人類的第六感 讓我知道說 這個 這個 今天要大崩 或今天要大長 之類的 可能早上 這個我家貓兔 然後我再回去睡 對 然後我就想到這件事情 就是一系列一連貫 然後加上今天 這股市崩跌這件事情 好啦 然後不開玩笑啦 我們就回來講這個停損的部分吧 那停損這邊我們就迅速講吧 這邊全部都是破線的 看一下 日線結構 我抓這根低一點吧 然後破了 破了 OK 那繼續看 那 文頁 文頁 我是抓 忘記好像抓比較低一點 我抓這邊低一點 然後那時候盤中 開盤沒都只被打到 打掉之後他往回漲 對所以說 目前的目標應該還是先看 可能會抓這麼低 Maybe是他的直升星已經移到113 搞不好 又作為破底翻 說不定 他算是這五檔裡面有再拉回來的 比較明顯一點 好 虛擬ky 也是一樣 就是頭部嘛 破線 剛剛這兩檔也是 頭部破線 頭部破線 對那 比較可惜的是 之前在 低點的金銀電子 我沒有買 後面拉上去呢 這邊 我一樣沒有買 然後我決定買在這邊的時候 欸 就可以打停水 我今天真的是蠻衰的啦 我就是衰啦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我們就已經 有持續在做分析 那其實這個地方也蠻有機會的 就是蠻有機會的 但我就是最後選擇在這地方進場 那就沒辦法 就是失敗了 好你看他定領投靠 然後一樣 打掉 我好像抓到這一根吧 我有點忘記說好像抓到這一根低點吧 這一根低點 還是這一根低點 我不太記得 反正就是 被打掉了 然後後面如果說有在展望在86以上 再看看吧 搞不好是個破底翻 就是把我們 這些提早進場全部打掉 然後再拉一個破底翻 那立望 也是破底翻 也是破啦 不是破底翻 那我這一檔還進場比較高一點 因為當時候我是化這樣 我是化這邊這個結構 然後拉過來拉過來 拉這根拉拉拉拉過來 那後來發現我稍微更改一下 可能是看到這個地方 2200塊 這個地方可能比較算是一個 算是大支撐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說能夠再返回到2200塊以上 他會是一個破底翻的一個結構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說完娜子 這個跌破前天的那個破底翻那個點 如果說你有看我復盤應該知道這個破底翻 那太子騎當然是跟跌啦 因為基本上就是跟著大哥走 這樣子所以說 但是你不難發現說 其實他跌的過程當中 在16320 215這個位置其實紛紛都會有 都有一些些就是支撐住的感覺 他也是支撐住的感覺 就是說 主力其實還是不知道說整體行情 到底怎麼去走 對比較明顯像這一根 然後 這個地方有撐住一下下 有撐住一下下 然後這個地方是最後一盤嘛 半夜到這邊 最後撐在這裡 不過早上就是因為這個 亞洲市場全部都開低 這個日股啊 日韓股全部都開低 所以說他直接 往下砸 那他砸的點也是蠻妙的 他直接砸破 這之前的低點 16150 然後再開低 然後往下走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這邊剛剛講過嘛 然後就造成了恐慌性的一個賣壓 及 不樂弱的買盤 什麼叫不樂弱的買盤 就是說 這個賣壓一定有嘛 就是 原本看線的人 然後去做出賣術的動作 就像我 定順 對那不樂弱買盤 就是說有一些人 應該說大部分人的主力會覺得說 反正今天就破線嘛 我幹嘛那麼積極去買一檔個股 現在有什麼好消息嗎 沒有嘛 現在市場上 一下錢跑到AI 一下錢跑到IC設計 那今天IC設計又是一個 很慘疊的一個重災區 對所以說 其實就是一個 很不樂弱的買盤 大家都掛在內盤 那邊去做交易 然後有買到就買到 沒買到就算了 反正買到的機會 非常大 對 那眾多個股都破線 就是我剛剛講那五檔強勢股呢 全部破線 就是說 他能夠再展回去 上方那個支撐 然後做一個破底盤結構 再來說說可能目前的走勢啦 如果說以現在的收盤 有一個單 很值得考慮就是說 在最後的 今天最後的這個 15分K的兩根 一根破線 一根拉回到 16060 這邊是我目前看的一些支撐 守住 拉回的低點 16039 這邊可能是有一單個一個存在 就在這地方 這地方 最後兩根 這根跌破 這根拉回來破底盤 兩根類型破底盤 然後守住他低點 剛剛有向下撤 撤到16042 對那今天的 大量 其實是在這裡啦 那 如果說你覺得 應該說 應該不是說如果說 如果說明天能夠開在這個支撐 16 120 115這個支撐的話 或許是能夠 去有一個不錯的反攤 看有沒有機會吧 不曉得 還是說半夜又在往下砸 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 你知道他會怎麼去走 對就是 他怎麼去走 我們就怎麼做 譬如 我這邊看到多單 好 那我們就往上拉 然後我們從60塊往上算 到 比如說到16085 我們先拿一筆單 先放口袋 然後剩下這筆單這邊賣 然後如果他有單的話 就去往上拉 這樣子 就是 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操作 這樣子 然後那我們目前說一個遠一點 如果說抓三條收斂的一個跌幅滿足 就會到達 3到5月的這個低點 是15250 這邊就會很慘 那目前我覺得看起來還沒有這個跡象 待會再跟大家說為什麼 那但是呢 如果是在我們原先 如果說你 上禮拜有看我們影片 忘記什麼時候有一天有講過 就是說 可能跌到16000這個地方 那16000這個地方怎麼來的 其實我個人 會 蠻喜歡這個位置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看周線的話 可以看到周線 周線的格局 其實是這個地方 然後呢 有一個 蠻重要的線嘛 就是16 16000 我就抓 萬六 當然這邊其實是在15950 這邊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說 目前看起來的框 蠻 有可能是 這個框 對應的 這個框 這樣子 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才說 16000有可能會 煞車 然後稍微 直穩 那 會不會說這個地方才是一個真正的 大支撐結構 就好比說 有一些人會看 這個 我們的標譜 這個地方才是什麼 真正的 大支撐 然後這個地方 他不看 這個地方不是真正的大支撐 然後這個地方才是真正的大支撐 那每個人看的大支撐不一樣 那如果你看遠的 其實這邊其實也有一條 因為左側 這個高點拉過來 但是有一些人 或是說蠻多人搞不好是看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有機會去質問 那昨天其實是沒有雜破 現在沒有雜破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 只有晚上會動 現在也不是起貨 所以我不曉得他現在如何 但就是 又再度來 做一個測試 這樣子 跟這個有點像 跟這個有點像 原本以為我們是知道說 這個支撐在這裡 但是呢 他其實是在這裡 對大支撐的部分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如果在這邊出現反轉 我覺得是有機會 不過整體還是 我覺得說還是要看美股的一個走勢 就是說他其實還蠻跟納子去走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納子現在呢 我們如果說看這個 一天來說的話 我認為 有些人看這邊是大支撐 好 那我等一下抓 合理 但是呢 有些人搞不好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說撐住的話 就有機會 但如果說不撐住 我這邊圈起來 不分之前跟大家講過 我覺得這邊會來個加速碟 我這邊來個加速 因為這邊我覺得會比較空洞一點 這個 這個範圍會比較空洞一點 就是沒有一些支撐性的一個測試過 當然他可能下來打兩隻腳 然後再往上走 這也是有機會 你也很難說他會不會這樣子做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 我們剛剛講說 目前還沒看到說 他有機會跌到3月到5月那個低點的 原因是因為 蠻值得關注的是 如果說跟他跌下去的話 我個人不覺得 就是這個外資會瘋狂去賣 比如說金融股 AI股 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 機會小 就是說為了要 真的往下再砸個 8001000點 然後 去 去互助台積電 在530這件事情 但是呢 你可以很發現說 就是 像今天大跌 但是莫名其妙的是 這個 台積電呢 530 我們這個講蠻多次 如果你看我節目 講蠻多次 就是說 我那時候看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故意破的 這邊故意破 然後這地方有機會往上拉 所以說 我還是照著目前的想法 就是他有點故意 刻意去守住530的 這個價格 那到底究竟什麼原因 他真的要讓他跌到15250的話 一定要跌破台積電 我覺得這個800點這個空間的跌 用AI 用金融去跌 我覺得 太好成本 就是 他們的成本搞不好也是從低點慢慢的往上已經 墊得非常高 搞不好他們成本的一個均價 雖然我們我不知道 欸搞不好 但是如果說 比如說偽創再往下跌一個 10塊錢有沒有可能 可能有 但是可能搞不好也逼近他們的 那一個 成本價格 所以我比較 我覺得有可能的是 看到台積電的破線 應該比較有機會跌到 那麼低 那目前他們有點守住台積電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可能是 比較 看向可能會撐住的一個想法 我自己個人想法 自己個人因為 我也沒有夢到 哪一天我夢到了 我在跟大家說 所以說短期之內我覺得 就是說主力啊 他守到這邊的原因 我覺得他還是在在 還是在觀望這個方向 就是今天有點刻意去中雜 去雜一些其他的 然後 有點刻意去 守住的感覺 像今天雜是雜 這個一個月來 比較強勢的IC的部分 像我剛剛提損的力旺 好像是在全職股裡面 別疊最多的 8%吧 對啊 剛好買到一個8%的 沒辦法 反正就是 有點刻意被砸盤的感覺 就是 守住台積電 砸 這個月 比較 氣焰比較盛的 這個IC設計 那AI的區塊反而好像 還好 我覺得 比起IC設計來說 還好 對 所以說認為 他們還是在觀望整個 市場的一個方向 就是他們會做一個 非常滾動式的一個調整 個人覺得 好 那再加上 大家覺得說破線很恐怖嘛 當然我今天也是損失慘衝 我昨天還在那個 錄這個會影片的時候說 誒這個 我 如果平倉1% 我就能把這個月的虧損給拿回來 但是我今天看一下 我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 其實我沒有認真算 可能要 平倉掉2%了吧 我以現在為時間損益的話 加上今天的虧損 然後因為最近都是 剛停損那5檔 都沒有做任何的停滴的動作 都沒有做任何停滴 所以是 一個損失慘衝 就是我打固定的單 然後每一筆單都是一個 大虧損大虧損大虧損 基本上每一筆單都是5% 都有5%的虧損那麼大 對每一筆單都有5%的虧損那麼大 所以說 也是一個損失慘衝 好 那我們看一下5月29到8月14 就覺得說 破線是一件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破線也有可能會做出什麼事情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剛講的日期是這裡 這個5月29到 8月14 8月14 這邊也是做頭部啊 這邊也是做頭部 但是後面呢 他還是有機會 讓你在 這個股票裡面賺到錢 就是他還是在這邊做盤整 但是後面還是盤整了一大段 後面還是盤整一大段 發現抓一個時間波 好像差不多就是今天跌的日子 如果是這樣抓的話 還真的是這樣子喔 差個一天 所以好吧 主力確實是真的是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時間波交易 然後他就不管這個東西 反正呢 就是之前呢 這一根 也是 這個上方的破線 但是他破線之後 馬上往下點 沒有 他守住守守守守守 所以你也很難說 今天破線我馬上進場去空 那我會不會就得到一個很不錯的報酬 也很難說 我只能說你能在 像我們剛剛嘛 我說 我抓在那個點 比如說我剛才16060 剛好抓到這一個位置去做多 搞不好就往上拉 然後拉上去之後 我剛好抓到一個位置去做空 剛好就往下跌的這件事情 對 所以說我個人不覺得說 破線就會 迎來非常恐慌的這件事情 當然拉 如果是經歷過去年 你可能不會這麼想 但是 我覺得 去年的行情應該是今年 感覺上到年底應該是不會去 那麼容易見到 個人的感受是怎樣 個人感受拉 對目前的想法 我覺得萬六這個地方還是值得做注意 當然拉 如果說我們抓這一波這裡的張跌幅滿足跌下來的話 他是有機會再更到底一點 158 75左右 如果說他照這一層的話 對不過我真的蠻看好目前周限級別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會去撐住 萬六就是上下附近 可能上下一兩百點 可能是有機會撐住拉 只能這樣說 好那我們看一下吧 今天那個貫買指數最後還是守在210 那就是期望 他是一個最後防守 防守線拉 就是說貫買指數的210 然後大盤的萬六這個地方 其實今天也接近萬六拉 就差個100點拉 就沒有很阿薩蒂的點下來 沒辦法 對那現在的想法是比較偏屬於說 我個人是覺得說剛破線拉 剛破線還是 比較處在比較亂買的階段 因為我自己今天有點被嚇到 那 有計畫的人我覺得就是 慢慢買拉 那當然你要選擇去做空 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目前我還是 保持在我還是比較偏屬於做多的這個位置 那真的要做空可能會用 這個期貨去做空 這樣子 對那目前個股還是比較偏去做多 如果說 有資金 那今天的這幾檔 停損的 又再拉一個破底翻回來的話 那我仍然會有興趣 而且拉破底翻搞不好呢 今天打出去的籌碼 今天洗出去的籌碼 更乾淨嘛 剛剛呢 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今天呢 就是把這個穩定的20個人 全部都淘汰掉幾個 然後呢 真正後面的 心血 心血進來 或者說真正呢 能夠去維持住 自己穩住自己心態的人 才能夠再 再次再進來這20個 或者說你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這樣子 我覺得 市場的機制 那會不會真的是 每一件事情都遵從這個 八二法則 世界萬物這樣子 突然 想想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還蠻有趣的 就是市場上呢 會去自己自動去淘汰掉 一些人這樣子 因為有心血 那當然會一些 可能舊的人 然後操作不勝就 就拜拜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邊 就稍微的來看一下 對我們昨天 我們目前我們會 稍微去關注一下 這我們昨天有講 我們昨天有講這個是 就是香港然後大陸這邊的市場 好像 有一些 直穩跡象 對那 昨天有講說ETF嘛 那我覺得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抓 你就是挑一檔 我覺得因為每檔其實長得差不多 但是他會有些內扣機制 我自己看起來平均的1%多啦 就還蠻多 因為我記得 0050啊 00620吧好像最低吧 0.1多嗎 0.24 我忘了 然後0050也算是蠻低的嘛 那但是這些可能 你要買這些 他是買一些什麼期貨啊 或是有開些杠桿的那些可能都有到1%多 對所以 搞不好他也不是什麼很好的商品 但是只是多一個選擇 所以說昨天有在做觀察 突然在做觀察 那 對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偏 算是 經濟向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今天才看到的啦 就說最近不是說 美元的 外資呢 就是對這個 中國的投資 好像比去年還是前年 忘記那日期 就是說 下降了91% 就基本上從那邊撤資了啦 撤去可能東南亞之類的 但是呢 又有一批新的人進來 是那個 阿聯酋 就是跟那個什麼 那個 輝達 之前也是要跟輝達買這個什麼 晶片 就中東那邊的人 是有去 把錢呢 灌到這個中國 對所以你說經濟面向的東西 其實就是 輪來輪去啦 那我不知道大家現在目前接收到的資訊是什麼 那我今天剛好就有看到一個節目 要接收到的資訊是這個 所以 或許他是 整個經濟的脈絡他可能搞不好這邊觸底 當然這個地方 會不會再做一個破底翻 也有可能 不曉得 搞不好又不再破下去 然後打一個 一個月的W底 才往上做反彈 這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他怎麼做 我們只能說 目前是一個機會 那進場之後可能要做停損 目前不是機會 我等在破底翻 那真的破底翻 然後進場 喔耶 然後我就說 是一個最後的大贏家 說不定 OK 那這個在剛剛有講過吧 反正就是目前先看這裡 如果說這個地方呢 跌破的話 真的要小心 但是跌破搞不好也還是有機會 在這邊 也突然做一個支撐 然後往上走 對那比較吊詭一點 就是目前那個比特幣是瘋狂往上衝 原本以為 比特幣往上衝會帶領這個整個 可能投機市場 開啟第二輪 之前這邊算是 破底翻 這邊W底 拉起來第一輪 今年的1月 然後這邊在往上拉呢 3月 3月到5月的時候在這裡 5月到這邊 然後 現在 要開啟第二輪 結果沒有是往下跌 就會蠻吊詭的 當然有可能有些人說 他是什麼ETF之類的 那 眾說紛紜啦 這些消息沒有東西就是 看看就好 聽聽就好 好啦我們就來講這個個股吧 我發現那前面講一下 花了25分鐘 我們這邊就快速講這個個股 因為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金箱墊吧 那我這個人看了好幾檔 我只能說 你敢買就買 那不敢買就 先等待插針或破底翻 就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 太 高超技術 應該說 呃 如果說我們全部都拿在破底翻的話 我們一定是能夠把自己的勝率 呃提高很多 但是也有可能破底翻之後還是會失敗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有 就說我們排位順序就是直接接 那插針破底翻 像剛剛的直接接這件事情 我就是一直在 這一個 呃 金魂電池上面等 但我就是等不到 然後後面發現這 這個的時候 好像 就沒有 沒有資金可以打進去 所以說 我沒有在這根有做進場 對 所以說是蠻可惜的 那 後面我勇敢進場 但最後被打進去 其實我很多是這個進場機會 這邊嘛 那有觀察的話會有機會 那還有這也是機會 這裡不算 這裡不算 我覺得應該是在這 這一根 這一根比較有機會 因為這裡 比較 創刀嘛 創新高你怎麼會知道說 左邊是支撐 對 一定是這一根 有拉回 比較會知道 所以 就是一樣 你看了這張圖 那你覺得他會上去 那你就在 這個地方考慮 然後 一樣 他也是到達支撐 然後今天有點開低 往上走 我個人覺得 315 是我目前看的一個支撐位 然後今天拉到了318 所以 趕快上是有人接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下一打 一樣 你敢接 那就 那真的敢接 那你不敢接 那就是等待插陣或是破敵犯 就 我剛剛看一輪 都是差不多這樣賭 他要也是啊 他要也是 就是 你拉上來的時候 如果說你沒賣掉的話 如果說你照著我的方法的話 應該連續上是不會賣的 因為 沒有拉到10% 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沒有拉到10% 如果說你是有去看一些短的 或許這裡有機會啦 當然我覺得大部分你應該沒有看 那我自己可能也不會看 我會很期待說 你們覺得拉到10% 那今天要找回來 那你剛剛看了我5檔的 那樣的停損 跟 你們手上這些個股 我覺得應該相對來說 心理好受毒了吧 你們是沒有停損的 我是停損 我們那是很明顯直接破線 對啊 好那耀華 耀華我個人會覺得就是 直接不考慮啦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耀華還是用這邊看好了 我覺得說直接不考慮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觀察起來他真的太難做了 講真的 我有聽說一些比較厲害的高手說他 基本面很好 但是呢 他的價格就是 怎麼樣就是不太會動 對你看他 你看2020年 明明應該就是一個可以創新高的一年 2020年那時候反彈 他沒有 最高就在這裡 然後後面又漲上來之後 這邊 我覺得這邊就是一點 落敵然後做一個很急速的反彈 然後我覺得後面還是有機會掉下去 就是 我的話就不會看啦 當然他後面會不會漲上去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就不管了 我就不管他了 那 後面這一檔的話我應該就不會再講 因為我在這個位置 欸我忘記 我也忘記我沒有進場 我也忘記應該是沒有 對 那他就是跌下去 我原本看起來是支撐的位置 他就是這樣跌下去 所以 我會覺得說這檔個股 你這樣看的話 你覺得他就是很壓抑在這個空間 我覺得連看都不要看他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好看他這個魏華科吧 那這檔算是不錯 真的很不錯 真的是在今天蠻逆勢 那這檔是之前在做那個 COAS晶片的 就是這個 算是設備股 那這個 他的支撐我一點不太知道 就是說他到底是在40 那還是說應該把他放到 40.5 我不太知道 如果放到40.5的話 是拉這邊的高點 那如果說放低一點的話 其實對應的是 這幾根 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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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40 所以 呃 他的收盤就耐人尋味啦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去做一個收盤 到底明天如果說這邊做直穩 然後很漂亮的鎖在40塊以上 或說一點小插針 那可能倒是還可以考慮看看 那如果說 沒有這樣的動作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他的壓力是在40 50.55 喔40.5啦 那可能就是他沒有通過 根本就還沒有過這層 這個壓力的一個部分 不曉得 就有點 不太確定 就不太確定 好我們要群光吧 群光以前 以為他是 這個不長的 結果勒 就這樣放棄的一檔 結果是最穩的 因為之前丟進來的時候 忘記這邊丟 還是這邊丟 我們看一下 之前有 丟那個會員個股 7月19 7月8號 我們看一下7月19 7月19 在這裡 7月8號 在這裡 那時候如果有進場 其實 報酬真的很好 深感謝幕 深感謝幕 我自己沒有 好的很穩啦 那目前來說 我覺得 我認為啦 就是說 只要這個頭部的位置 不要跌破啦 118的地方不要跌破 如果說我自己個人 買在這地點的話 那 有一個大頭部跌破的話 我覺得都要非常小心 就是他價格 有可能就會拉不出去 那 如果說你是一個 非常做 右側交易的人 我也比較 我個人會 會覺得說 就是他在他破線 比如說破 很完美的破這個地方 或是說你找這個地方破 破這個地方 就全部處境 很完美的右側交易的話 那當然說 如果說你不是右側交易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做一些 減碼的動作 然後 比如說他掉下來 掉這裡 然後你 解碼了 比如說 1 然後後面再做破底翻的時候 再把部位再打回去 那或者說 他掉得更低一點 然後這邊做一個破底翻 明確 或是插陣的話 再把部位再打回去 那其實也很難做判斷 有可能他做破底翻之後 他還是會失敗 所以 目前這檔我會看 像大概117.5 118 這個位置 當作是一個 整個頭部的一個 警線 這地方不能夠被跌破 當然 如果說 阻力呢 跟我們看的不一樣 他看這裡的話 他看這裡 合不合理 也還是合理 看主意要看哪裡 他如果看這裡 為大支撐 也合理 114 我覺得也蠻合理的 所以說 目前會想抓 就抓117這個地方 對 那你也可以抓到更低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跌破 比如說破這一根 破111.5 這一根的低點 然後全部出行 我覺得也是 可以去接受的 我個人可以接受啦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吧 就是個股 其實蠻多彈長得很像 就到大支撐的一個位置 那能不能夠反彈 不曉得 那我當然其他反彈 因為我現在 手上還是做 一個多彈的一個配置 對 好那就這樣吧 感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1